ピカチュウ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鬼 我們今天呢 特別鋪了這個地毯 對 我們今天要來開一個很大盒的東西 有點遠 拿不到 呃 拿一下 就是這一盒啦 超大益箱 這是從日本來的東西唷 給大家來看一下吧 它盒上有一些很可愛的圖案 很可愛的奇怪的狗狗 然後這邊 可以看到的是紙箱人的感覺 是石酒的那個圖案 然後旁邊有很多可愛的狗狗 這是Amazon日本的日本亞馬遜 來的箱子唷 好啦 那我們馬上來開開看裡面有什麼東西呢 噹噹 我要 欸 這是沒有氣泡袋的 沒有氣泡紙 好 哇 超多東西 對 我們 大家來看一下 我這邊 訂了很多東西唷 像這個是 皮卡丘 好多皮卡丘啊 皮卡丘杯麵 呀 對 超多皮卡丘的 然後 這是 欸 第一款的皮卡丘泡麵的樣子唷 好 圓形的泡麵 然後 呃 我兩種口味 它有兩種口味 我訂了各三盒 噹噹 好 一堆皮卡丘 然後 再來這個是 很多漫畫中會常出現的一個泡麵 它叫日清泡麵 好 之後我們可以來試試給大家看看 然後呢 我還訂了一盒 Gundam 自由Gundam Freedom 對 因為這個日本的模型超便宜 所以我就順手訂了一盒 哈哈哈 哇 好大盒喔 沒有足夠模型唷 嗯 好 然後呢 我還訂了一些 啊 巧克力 這個是花生的 那種 大人的口味 大人的花生巧克力 好 看起來還蠻好吃的 然後我也訂了這個 大嘴鳥巧克力 這個聽說還蠻有名的 然後 好像 就是那 那個開口不曉得在哪邊 你要 吃吃看哪邊是開口 好 一個開 開口名題 然後呢,我還訂了這個漢伯格 漢伯格 這個是滋育果 就是那個可以做那個 做成糖果,然後就是 很像一些吃的東西對不對 我之前一直很想玩,但是 在台灣買真的好貴喔 我在這個日本買呢,大概好像只買 七八十塊吧,一盒大概七八十塊 台灣都要一百多耶 台灣都一百三左右,好貴喔 好,我這邊主要買的是這個啦 章魚燒,對我一直想玩,玩玩看 這個章魚燒的 對,你們之後可以來玩玩看 然後這邊是三建築 然後加一件,總共買了四件 然後呢,這個是什麼 欸,這個是模型的 欸,怎麼多一個零件 這個好像是 加裝的武器耶 欸,總共有多一個 我訂的時候好像沒有訂這個 是送的嗎 好,可能是送的 好,然後還有這個是 梅人丹 是一個梅子口味的糖果吧 好,看起來 不曉得是什麼,但是 我覺得它包裝還蠻有趣的 好,蠻漂亮我就買了 然後再來是 柿之種 對,這個也是在漫畫中常常看到 但是我一直不曉得它是什麼 所以我想說我就買來 吃吃看,吃吃看這是什麼東西 柿之種耶 感覺很像柿子的種子 柿子的種子吃起來什麼味道呢 不曉得 然後,最後是這個 這個呢,是 一個 那,開一下啦 登登,這是一個 鞋子 那,因為剛好看到在打折,然後滿便宜的 大概四百多吧 四百多台幣 好,我就訂購了 這是什麼 軍...軍...賤藍之類的顏色 好 新鞋子很久沒有買了 好,那我們今天呢 總共的東西有這些 對,我今天訂了 一整箱 全部東西全部拍開 超多的有沒有 哇,超豐富的 還有泡麵喔 然後 超多,還有魔形 然後我的手機在打光 好,就是這樣 整整一箱 哇 好啦,我們來看一下 皮卡丘泡麵 將啦 以前有看到這個廣告 然後 還滿想來試試看這個的 只是在台灣好像不太好買 那,我剛好在 這邊有買到 在日本的網路上有買到 將,皮卡丘泡麵 它是 SHOW YOU 醬油味的 醬油味的泡麵 好,我們來 等一下可以來試試看 它的上面包裝呢 呃,就是那個皮卡丘泡 對 之前就看到這個 好多可愛的皮卡丘泡 好,我們來打開來看一下 嗯 裡面 看一下長什麼樣子呢 欸 裡面 欸 有一個塑膠 紙的東西 唉唷,裝到鏡頭了 唉 看一下這什麼 喔 喔 欸,它有送一個很像玩具的東西 有送一個 圓形的 這什麼 欸 好,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是Pokemon 喔 欸,這個是 Mega噴火龍耶 黑色的版本 哇 Mega噴火龍 這好像 是 欸,也不是像貼紙 是一個 小徽章的感覺 喔 Mega噴火龍 X版的 將 哇哦 帥喔 好,今天來 陪,讓它陪我吃泡麵 那日本的泡麵呢 欸,它裡面都是已經調好味道的欸 你看裡面的東西都 醬料什麼都已經加進去了 我們來 跑囉 好,我們來等3分鐘 它還滿小一盒的 它大概是200ml的水量 所以還滿小的喔 好 順便中到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泡麵 皮卡丘泡麵呢 將 呀,它是皮卡丘魚板欸 好可愛喔 好 欸,醬油味的 看起來 湯頭還滿輕的 然後 麵條 還滿白的 然後 有玉米 好 皮卡丘 皮卡丘魚板 好 還滿可愛的啊 等一下 皮卡丘的表情怎麼看起來有點不悅啊 呵呵 看起來好像沒有 沒有在笑 有點無奈的感覺 無奈的 皮卡丘魚板 好啦 那 我們來看一下還有什麼料呢 喔 齊悟了 齊悟了 好 就是皮卡丘魚板 玉米 然後麵 我們來試試看味道 有點燙欸 吹一下 唉唷 裝到鏡頭 喔 喔 唉 怎麼 好像 沒有什麼味道 還滿清淡的耶 等一下 怎麼好像很淡 我們再吃一下 唉 日本的泡麵 是不是人工調味料加比較少啊 怎麼感覺好像沒什麼味道 非常的淡欸 哇 醬油口味 很清淡的感覺 我來吃一下 皮卡丘魚板 好 皮卡丘魚板的味道是什麼呢 好 看一下 無奈皮卡丘 好 把你吃掉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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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喔 欸 魚板有 還滿濃厚的魚板味 欸 這個皮卡丘魚板比較好吃 比較有味道一點喔 哈哈 完食了 吃完了 還滿小一包的 所以其實還好 不會很飽 登登 第二款 皮卡丘 很多的泡麵 很多皮卡丘的泡麵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 是 舒服的 應該是鹽味的 好 我們來試試看喔 打開看看 好 欸 這個是 粉紅色的感覺喔 該不會是那個 狗狗吧 那個一個粉紅色的狗 還是誰 吉利蛋嗎 看一下 粉紅色還有誰呢 嗯 開開看 喔 欸 欸 是皮卡丘欸 是這個 愛斗魯皮卡丘 喔 這是偶像版的皮卡丘欸 哇 得到皮卡丘了 好 偶像皮卡丘 好 就由他來陪我們吃這碗泡麵吧 好啦 那一樣是調好味的 好的 三分鐘到啦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了 登登 長得好像 差不多 很多 湯頭的顏色不太一樣 欸 怎麼沒有看到魚板 皮卡丘魚板呢 皮卡丘魚板在哪裡 剛剛很多玉米 還有蔥 然後 我的 皮卡丘魚板呢 欸 好像沒有看到 欸 在哪裡 跑去哪 皮卡丘快出來 不要躲了 皮卡丘咧 欸欸欸好像有看到 欸有有有有 看到一個 好 被埋在下面了 皮卡丘魚板 好 欸 等一下頭上還有一個 很蔥 有點像菜喳的感覺 好 而且皮卡丘好像有點大小眼 好啦我們來試一下 鹽味的皮卡丘泡麵呢 喔 欸 這個比較有一點鹹味的感覺欸 喔 這個比較有一點點味道 鹹味 鹽味的拉麵 不過整體來說還 我覺得它是比 台灣的泡麵還清淡一點欸 我們來 一樣吃一下 頭上一根葉子的皮卡丘 好 呀 又吃完了 有點 吃了兩碗有點爆 噔噔 壓軸是這個 日清Noodle Cup Noodle 日清杯麵 這個呢是在日本很有名的一個老牌子的泡麵喔 我們來看看 好 這個比較大盒一點 這個要300ml的水量 喔 欸這個一樣 日本泡麵真的都是裝好的耶 哇 這個 這個料好多喔 你看它上面有這個 應該是蛋吧 還有蝦子 然後它應該是碎肉的東西 欸 這個料看起來好豐富喔 不過是老牌子耶 東西超多的 我們趕快來 裝一下熱水吧 好啦三分鐘到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日清泡麵 哇 料都浮起來了 哇 這個料超滿 超豐富的耶 我的天啊 這很多蛋 然後 呃蝦仁 蝦仁還蠻多的耶 你看 而且還蠻大隻的 然後一些碎肉 而且它的麵還蠻多的 它麵還蠻厚的耶 蠻滿的一個 好我們來趕快來試一下 好 這看起來比較像泡麵喔 趕快來吃一下 欸這個 真的比較像泡麵 比較有味道 比較好吃耶這個 哇 然後這個應該是蛋 我們吃吃看喔 應該是 欸對 蛋的味道 欸有一個炒蛋的味道 然後還有蝦仁 欸這蝦仁還蠻大隻的 我來吃一下 欸 很有蝦子的味道耶 比那個什麼 萊伊克的那什麼 鮮蝦的那個 呃還有蝦子的味道 而且還大隻 欸還蠻好吃的耶 這個 日清泡麵 好飽 吃完了 好飽喔 好啦 我們 換點口味 我們來 吃點甜的 這個是大豬鳥 巧克力 這個是森永的 那 它有很多開口的樣子喔 來看一下 好 我們先把外面的包裝打開好了 大豬鳥巧克力 它好像有四五個開口吧 然後有些是假的 那你要開到正確的地方 才能吃 才吃得到 好 欸 有沒有拉不開 拉不開 拉不開 好 有點緊 噔 大豬鳥巧克力 好 那這個開口呢 我們來看一下喔 嗯 上面 嘴巴好像也是一個開口耶 看一下嘴巴這個 能不能開好了 嘴巴 大豬鳥嘴巴 來開一下 嗯 可以開嗎 欸有有 欸 隨便開就中了啊 欸 這個根本 太好拆了吧 隨便開一個就中了 好 那其他開口呢 上面的開口 好 這種感覺就是 不會放在正常的位置 對不對 上面的 欸 好像被我撕壞了 欸有一個擋住 然後說 欸再找其他的開口吧 好 一個大豬鳥擋住 它有什麼開口啊 看一下喔 上面這個是不是啊 這個好像也是 喔可以開 喔這裡也擋住了 然後 欸可是它有壓痕耶 這是可以開的嗎 開口 開口 嗯 這好像不能開 好 好 這個就是假開口了吧 好 還有什麼開口 嗯 長邊的也沒有啦 還有哪邊有開口嗎 欸欸 巧克力掉出來了 好吧 既然掉出來我們就來吃吃看吧 欸 它是脆脆的耶 而且巧克力還蠻滑順的 是蠻甜的一個口味 然後 脆脆的耶 欸蠻好吃的 裡面巧克力 裡面餅乾也是 巧克力的味道 脆脆的 然後還蠻滑順的 欸很順口耶 這個巧克力還蠻好吃的 欸這好吃耶 好吃耶 可是 欸等一下它這開口 真的很不方便啊 這開口 打打打打 很難套出來 好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 中間 剖面袖 中間剖面袖 這算是空心的啦 但是 就是 嗯 裡面是巧克力餅乾 然後很酥脆 外面的巧克力 還蠻柔順的 好吃的巧克力 嗯 欸這個不錯喔 大哲娘巧克力 這個美拜 推薦給大家 好 下一款 是這個 大人的冰納子 花生巧克力 好 看到它圖應該是整顆的花生 裹上巧克力吧 喔 我們來試試看這個 喔 這包裝 大人的喔 期間限定耶 好 看到期間限定就是要買 好 好 哇這個包裝比較奢華一點 好 奢華風 好欸這個就很好開 輕輕 唉唷撞到了 這個就很好開 好啦 那這個 花生巧克力 一樣是森涌的牌子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嗯 這開口 在這邊 喔 它是這個直接拉開就可以了喔 欸這還蠻方便的啊 喔 直接倒出來對不對 好 那一樣是大嘴鳥 這裡有 有大嘴鳥的圖案 好 好 我們來試試看 嗯 大小 差不多 花生的 花生的形狀 我們來試試看 欸 等一下 欸怎麼有 吃起來有點像 巧克力醬的味道欸 感覺中間是巧克力醬 但是有吃得到花生的那個 欸不是巧克力醬 花生醬 感覺有花生醬的味道 欸 掉出來一顆 滾走了 好 花生醬的味 欸等一下 中間滾走了 欸欸 好不要動 嗯嗯好 再讓我們看一下它的 剖面 噹 對中間是紮紮實實的一個花生 然後感覺巧克力 中間一層還有一個花生醬的感覺欸 它還蠻好吃 很濃郁的味道 花生巧克力 欸好吃欸這個 欸日本的甜食好高級喔 哇這一款也是蠻不錯的喔 好吃 好 花生巧克力 旁邊這個白白的不曉得有什麼 很像刮刮熱 但是 不能刮 好 森涌系列欸 還不錯欸 欸好吃好吃 讚 好的 接下來是 這個 是 這種 然後是 有 有花生 有加花生 嗯 是一種加花生 是什麼意思 好 這個是 大盒的包裝有10袋 這好像比較像是觀光客會買的這種包裝 因為我看到其實它有一個大包裝的啦 就是一大袋的 那我想說買這種小包裝的 之後可以分給大家 之後可以分給大家 看一下吧 那這個包裝還蠻漂亮的 來 我們看 好緊喔 好 拉拉拉拉拉拉拉 可以 欸有了可以可以可以 好我們來看一下 將 裡面 裡面是 啊這種 小包小包裝 10包的 好 這樣子 喔 好 這一次可以開一包 好 柿之種到底是長什麼樣子的呢 我們 趕快開開看吧 好 欸 怎麼開 好緊喔這個 欸 欸 欸等一下 噴了 天啊 太慘了吧 哇塞 這個噴的到處都是 哇 裡面全噴光了 噢 我的天啊 噢 好愛上 怎麼會這樣子 好 我們來收集一下 好 四種 吃一下 嗯 嗯 好 整列一下 用一個小碟子裝 這樣有沒有很漂亮呢 好 那 那個吃起來像是仙貝的味道欸 原來是這種就是米果喔 就是一個仙貝的感覺 但是有點辣辣的 很適合下酒的感覺喔 是一個小點心 好 再來吃了那麼多東西呢 我們 想說來點 看起來能幫助消化的東西 沒人丹 好 這是 感覺 感覺 丹耶 丹藥的感覺 梅子 濟州產的梅肉 好像是濟州的 名產 梅肉 梅子 那應該是很像 酸梅的那種感覺吧 試試看 沒人丹 打開 好 這個不會爆出來 好險 然後裡面是 噢 是這種硬糖喔 好 我以為會像那個 長得像梅子的形狀 嗯 嗯 好上面有一些 白白的 糖粉吧 看一下 上面是有點梅肉的感覺啊 好像喔 梅肉 放在裡面的感覺 還滿大一顆的 好 沒人丹 來吃吃看 有點 欸 好像不太像 酸梅的感覺 有點像檸檬酸的味道 就有點檸檬的那種酸 但是又不太像 然後又是 滿 也有點清涼的感覺 梅子 淡淡的梅子口味 嗯 還滿複雜的味道 好難形容喔 好啦 我們接下來再吃一點這個 噠 噠 這個應該是 欸 應該是巧克力吧 沒有看起來很好吃的感覺啊 還有泡孔呢 好啦 那這個呢 我們的本體 我們的 Gum Dawn本體 好 那我這次買的是 自由鋼蛋 那 我剛好就看到這一台 那想說 嗯 自由系列 SEED系列我比較熟悉一點點 想說就來買看看 哇 這個零件也太多了吧 我沒有買過就是這種 需要 這麼多零件組合的鋼蛋模型 超大盒的耶 哇 這個我要怎麼組啊 這是要用那個 剪刀把它 全部零件先剪下來 哇 塞 欸它不只一層耶 兩層 三層 零件也太多了吧 我的天啊 這我之後 要不要來 實況 開個實況聊天 然後來組呢 哇 這不曉得要組到什麼時候 超多零件 我記得在台灣買啊 大概都要四五百以上吧 這種 中型的模型 這種一比一百四十四的樣子 這種大小的模型遊戲也都還蠻貴的耶 不過日本真的是 模型蠻便宜的 好啦 那這個附贈的零件呢 不曉得是什麼 應該是武器吧 我們 也放進去好了 不曉得 我們的Freedom的不能裝 之後再來煮煮看好了 超大一盒 好啦 接下來是這個 我們沒有玩過的 浴汁果汁 壽司 還有披薩 然後 還有 漢堡 漢堡的 然後還有 たこやき 章魚燒 呀 這麼多個 我們之後再來玩玩看好了 好像還蠻有趣的 但聽說好像不是很好吃 不曉得什麼味道 還蠻好奇他的味道的 我們之後再來做做看 好 我們想先來做這個 章魚燒的好了啦 這個還蠻有興趣的 たこやき 好 好 這是我們的 日慾果汁 噹 沒錯 最後有一個好消息就是 這些東西呢 全部要送給大家 對 這邊我多訂了一些 就是要留給大家的 那參加活動的方式非常簡單 就是在影片下方呢 敘述中會放上一些 我們本次開箱的相關連結 那你可以到連結裡面 看一看有沒有你想要的東西 那之後呢 到FB鬼鬼的粉絲專頁 浴宅生活 藍藍帳呢 在這個影片下方的貼文中 按讚並留言 那留言留什麼呢 你可以在這個網站中 找到一個你喜歡的東西 然後貼上這個東西的連結 對 貼在留言中 這樣你就可以完成這次的活動抽獎 那這次的獎項總共有11個 最後抽出來的C位的獎者呢 我也會讓你們稍微討論一下 你看有沒有要交換的 對 可能有了比較想要比卡丘 泡麵啊 有了比較想要巧克力 或是這種呢 大家可以自由討論交換一下 那最後如果結果好 巧好之後呢 我就會把獎品直接送給你們囉 この番組は サムライバイヤー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 五四代購呢 是幫他訂購一些 來自日本的一些商品 因為有些日本的網路商品呢 沒辦法寄送到海外 所以呢 五四代購呢 就幫你把它買下來 然後最後再寄送給你 這樣你就可以買到一些 地區限定的日本商品囉 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在網站上 找我看有沒有你喜歡的東西喔 日本的話 我覺得一些3C電器啦 然後還有動漫電玩的東西 還有一些食品類呢 我覺得還蠻值得買的 CP值還蠻高的 比起在台灣買會便宜許多喔 就知道開下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囉 大家掰掰